- 抵達花蓮 - 抵達花蓮 - 就是這條橋 - 拍半生 - 拿杯咖啡杯 - 隨便買個報紙 - 我給他五顆獅 - 我剛剛來到這邊的時候 - 哇 很壯觀欸 - 高和喜 - 哈囉 - 大家好 -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 今天我們要去花蓮 - 現在是早上的六點半 - 我們已經抵達中山機場 - 好 走吧 - 很扯的事情就是 - 我昨天晚上才訂機票喔 - 是不是很誇張 - 那我們原本想說要自己開車去 - 可是後來想想 - 嗯 太辛苦大家了 - 決定坐飛機 - 然後五朋友就幫我查了一下 - 欸 就剛剛有四位 - 就剩四張飛機票 - 二話不說我們就把它買下來了 - 然後我們東西超多 - 還有一大還沒來 - 我們現在全吃給你 -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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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知道那段路有多難開嗎 -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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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車嗎?結果我朋友打到去問 有!真的還有車子 剛剛很可怕的是他們說你們有帶護照嗎? 我們全部人都沒帶護照 你們只有帶身份證 他說因為我們是用英文民主訂的 所以要護照 那你們有帶信用卡嗎? 有!所以就這樣又可以過關 我剛剛心都涼了 天啊!我們四個人沒帶護照所以是不能上飛機的意思 慌亂的早上呢 就這樣結束了 我要上飛機了 抵達花蓮 剛剛原本第一站要去三度空間 因為剛剛下雨 他們說暫時不開放 如果要去那邊的朋友呢就是你們要看一下 親切的狀況 那我們就直接先去下一個景點就是東華大學 就是這條橋 配上茵茵的天氣整個氛圍就是非常像在歐洲 後來發現因為還蠻多會在報紙十多天的草地拍 但是有點太近了 如果你要拍到整條橋的樣子呢 可以到它的對面就是我們現在站的地方 這個燈然後搭配那個橋 拍起來會很好看 拍半身 拿杯咖啡杯 隨便買個報紙這樣子 如果想要搭配衣服上我覺得可以像我一樣選擇 咖啡色系 有一點花樣的衣服 比如像我是選擇鴿子 就會讓你的人更凸顯 每一個景點都會給它一個評價 就是好不好拍會給一個評語 我覺得算好拍 可是可惜就是沒太陽而已 但是至少沒有下雨 總共幾顆星? 五顆星 給它四顆星 因為人算不多 只要招好點 我覺得拍起來會非常有歐洲的感覺 可以四顆星 我們去下個地方 玩到了三度空間了 這個是花蓮還蠻紅的一個地方 這邊有餐點可以吃 然後又可以喝 這邊真的走路要小心 因為有點花 超美的 可以坐在這邊拍照 我覺得超貼心的 不然不知道講什麼發 這邊的叔叔很怕 六三 拿到邊有海 嗨 轉個玩那邊會有什麼水晶球 大家都在那邊拍這個拍照 個人覺得這邊拍照就很好看 水晶球當初是不是這個 而且剛剛很多人在拍這個 它還有現實 一個人只能拍兩分鐘 然後轉過來這邊 就有他們大根三角形的帳篷 剛剛我們在討論說 到底要怎麼拍會比較好看 有些小花這樣子粘延下去的景 非常漂亮 這一個小桌子 然後上面有斑滿了那個水果的布置 如果這樣拍就會比較無聊 所以我是整個人躺在牌子上面 走捷三度空間到底要好好拍 我給他 我給他 只要花五十塊的門票 就可以拍到飽 我覺得喜歡拍照的人來說實在是太划算 而且它每一個角落都非常的漂亮 我在想它為什麼在三度空間 因為它有三景 公路 我猜啊 是不是因為可以拍到三種不同的景 總之呢我覺得這個地方很好拍 大家可以來 這一站我們來到了施踢屏 我剛剛來到這邊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 欸真的很壯觀欸 而且我們很幸運 因為是颱風天 但是現在出太平 我覺得很開心 路不是很好走 而且我剛剛就不小心跌倒 手就馬上破皮了 這邊石頭有點可怕 在這邊拍照的朋友 我覺得要穿平底鞋 衣服的搭配 如果你不怕熱的話 可以像我搭這一種 比較重一點點的顏色 你跟背景會有很大的反差 拍出來的照片呢 才會好看 好拍指數 我想一下 3 3.5至4顆星 因為人有點多喔 你可能要美圖秀秀 把那些人提掉 攀爬的過程中會有點危險 人拍的角度我覺得沒有到那麼多 除非可以跟我一樣 趕直接躺在這邊 如果以初學者來講 會是有點難的 我初學者我可以去剛剛上一種 三度空間 有椅子可以坐 比較好發揮 這風景也要給幾根 風景喔 當然要給滿分啊 很美耶 又是三次上來了 來到花東就會有很多很漂亮的椰子樹 就是北部跟總部沒有的東西 如果不想要去剛剛景點拍照 那可以開著你們的車子 在海邊跟椰子樹旁邊拍一張照 抵達花臉的飯店 但是我們是不是住飯店 我們是住高級的帳篷 來 大大的雙人房 超大 可以躺三個我耶 一個 兩個 三個真的很大 而且還滿舒服的 這邊還有那個躺椅 如果喜歡晒太陽的人 可以躺在這邊 這樣拍下去也很漂亮 可以拍得到海景 跟海道的帳篷 整體的環境很好 而且很乾淨 他們家衛魚設備是好的 裡面就是洗澡的地方 然後這邊是廁所 花蓮拍攝第二天 大家早安 這是我們的早餐 住的地方 可以看著美麗的海景 跟風景吃早餐 來到露斯卡 杯 一個100塊 可以抵消費 還可以拍照 漂亮的法國妝園 非常的美麗 但是好拍指數我覺得 在三 因為呢 人太多了 你就是要避開很多人頭 才能拍 可能要找比較冷門時段的時候來 但是我們也是平日來 人還是很多 你們一定要穿防蚊液 因為我剛剛我的腳 全部都被小黑蚊叮慢了 這邊 超癢 服務員剛剛有提醒說要噴一下防蚊液 可是我就是趕時間 就是懶得噴 剛剛都Google了 一下有沒有什麼好吃的餐廳 我現在評價不錯 而且聲音很好欸 平日的兩點的時間 既然聲音很好 然後我想要點花蓮特別的名產 不提辣椒酸杯雞 一起吃吃看 最後一站我們開到了劉邦橋 如果要從市區過來的朋友們就是注意一下左右邊 不然會很容易錯過這條橋 我們是在橋上拍 因為這邊有人行步道是可以走路的 我覺得好拍指數應該是三顆星 因為這邊的角度很瘦心 畢竟是在馬路旁邊嘛 就只能在人行道上面拍嘛 因為怕危險 但是呢我覺得看風景的推薦指數是五顆星 因為假設太壯觀了 我覺得花蓮是一個非常好拍的地方 因為我們就兩天一夜的時間 還有很多地方很漂亮沒有去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要我下次再 我也會想再來一次 不是來工作 然後來這邊欣賞風景啊 吃吃美食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這次的花蓮之旅影片 下次見 拜拜